惊爆!金屋藏淑女,与老婆16年无幸生活。詹维忠后天错优惠淑女。没想到她竟是大人物。 图翻设字眼书粉丝团詹维忠就是爱算命组图。 命离老师詹维忠靠住于不惊人死不休的讲话模式,以及融合血腥的幽默表演赢得网友的喜爱,甚至还出了单曲转战音乐圈。 全方位的发展让她累积了高人气,却在纪念自曝和老婆15年没幸行为,还说自己因为生理问题导致性功能失常等问题,让粉丝不可置信。 根据镜周刊报道,詹维忠被拍到和一名马尾淑女共同乘车到内湖住宅,过程互动不乏打形骂巧,甚至两人和沈玉林一家人还共同出游,而此行却不见詹维忠老婆,让人不禁怀疑两人关系是否不一般。 而詹维忠原本车是黑色,却被直击刻意贴成白色和马尾淑女的车色一样,仿佛成双程对友人行旅车般,透露一股暧昧的味道。 詹维忠把紧能容纳一部车的车位挪出,改停在人行道上,詹还拍爱车照存茶。 先前詹维忠自曝已经跟老婆张惠文分居,如今在被拍到和淑女同届出,似乎婚姻关系出现裂痕。 而面对周刊的询问,她仅说是朋友一同出游,并非两人单独优惠,有好消息会和大家说。 詹维忠与淑女,沈玉雲一家人前去取高铁票,一群人的互动相当日常。 更惹人注意的是,白衣淑女竟然守摩詹维忠的下腰部。 跟沈玉雲一家出游玩的第二天,淑女又到詹维忠家报道,可见约会的多么勤快。 詹维忠跟破库淑女一起逛微风超市,而且把车停得异常隐秘。 詹维忠,1964年3月3日,出生于浦淑澳门。 1970年随家人坐船到台中清水定居,一,后就读于新浦工专,清北市私立吉人高级中学,台北市私立中兴高级中学,台北市私立强树高级中学, 二,业业于日本琉球冲绳大学,三,17岁无师自通开始研究命理,目前从事命理和风水工作,并担任深圳大学空间设计学系课做教授,曾参与演出电视戏剧与表演及担任电视节目固定来宾。 4,2016年接受媒体访问爆料自己一玩一大一小,甚至经锁静脉曲张,杨伟等问题,和老婆张慧文也早已分居,过住无幸生活已15年,却于隔年被拍到偷吃败与淑女。 说明,晨艺面啦 needed 刚才准备到我们的意思 titled,是 awarded这些工作的动作有数目的技巧。 先,大概是在我们的购乱里。 您要不要说明了,是有麻烦,但是有麻烦,不得那么小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